信心疗法 一种心理解决的方法 很多国家都有信心疗法 很多人想利用情感去说服公众 也有人用信心感动病患者 增加他们的疗效力量 一些信心治疗者 借用神的名义或者宗教的事物 来推介宗教和信心治疗 宗教介入信心治疗 实际上是一种偽装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人有 想直以欺骗病患者 使得他对治病更有信心 同时引导病患者 转归这种特别的宗派 实际上信心疗法 在宗教里面并不是那么重要 有很多信心疗法 也都没有将宗教牵涉入来 例如催眠术就与宗教无关 那些想将信心疗法 与宗教拉上关系的人 走在从事一种高技巧的宗教方法 想去转归医病患者的信仰 他们利用信心疗法 而归功于 医好这一个病 是某种神秘的奇迹 信心治疗者所使用的方法 是调色病患者的内心 使他的内心进入一种特别有利于身心的态度 然后影响其心理状况 心脏和血液循环 以及其他有关的身体功能 如此就产生了各受上的安宁 假使疾病确是心理作用的缘故 这样 心就能够经过适当的调整 而素除要发生的疾病 就此而论 有规律而不断地修线 能够减少疾病到最少的程度 佛的教诈中多次讲到 很多疾病可以经由心的调息 而使恐惧、紧张、焦虑、消除或者跟着 如此 如此为了心理或者生理上的健康 修线是值得一试的 有一次 佛陀的弟子 名叫克鲁门兰陀的尊者病了 佛就命大弟子亚兰陀尊者去慰问他 并且读了十条修线的观法 不贪欲 7. 观灭苦 8. 观不着世间 9. 观万法罪山无常 10. 专心于心呼吸 黑鲁门兰陀 听到亚兰陀所读众的这些观法之后 感觉很舒适 而治愈了他的疾病 同样地 假使诚心的人 提听同样的惊教 以专心、诚心和理解力 他们都可以获得精神上的鼓舞 而帮助他们 克服他们所遭遇的困扰和艰难